在云林谷坑的绿色隧道中 有一家晚脸故事馆 是馆长朱鼠美为了怀念妈妈 并传承晚脸的手艺而成立 其实晚脸就是说把脸上的细毛 寒毛还有这个老肺的角质 还有那个粉刺都可以一次性的扒掉 我们更小就看到妈妈跟隔壁阿嬷阿婆 就坐在我们家庭院真的就跟阿嬷互相晚脸 结果我妈妈真的皮肤很好真的 所以说这一幕又一幕让我觉得说 这么好的记忆我想说 这也是妈妈的一种无形的力量鼓励我 让我觉得说我好像要把这个专程下来 晚脸其实不只是中年妇女的专利 她其实不分年纪也不分男女 更是一项经济实惠又环保的技术 外面的好处第一当然就是清除脸上的寒毛 再来就是去角质 去角质的作用还有就是把粉刺 再来就是说让我们的血液循环会更好 其实就是说再加速它的新陈代谢 看到这个这么舒适的环境 然后可以在里面这样安心的 然后不会被太多路人干扰的情况下 我觉得在这边晚脸是一个很舒服的感觉 我觉得我的皮肤整个就是很放松 晚脸随着时代的变化渐渐没落 如何将传统技术继续传承下去 是现今常见的课题 逐渐原因不见是因为我们年轻人不懂 也没有人去把它发扬光大 其实是我觉得说职业学校或者科技大学 或者是高高中职 像我的话我就觉得说学校有美容课 美容课其实可以在穿插开个晚脸课 其实我有一个院校女子监狱也是都很需要 再来就是社大 还有那个社区的推广的发展协会 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推广这个技艺的地方 馆长朱淑美期望晚脸的技术不仅不会消失 更希望传统的技术与现代空间结合 有一个更舒适的地方能够延续下去 中正医报正任由吕孟佳原领古坑报道